據大陸媒體報導 2019年中國債務已經超過GDP的300% 而中國當年的GDP是99萬億 也就是說 中國的債務已經接近300萬億 其中 中小型銀行的壞賬問題突出 根據中信里昂證券的數據顯示 中小型銀行在中國銀行貸款總額中的佔比接近一半 對於持續引進市場關注的中小銀行風險處置問題 去年11月 中共銀保監會表示 要對這些銀行標本監製 《華爾街日報》今年1月23號的報導說 由於多年來監管鬆懈 中小銀行積累了大量壞賬 移到了不可持續的地步 僅在最近幾個月被報導出來的 就有6家地區型銀行被接管 獲得到北京資金援助 而不是根據資本的價值規律來的 而不是根據資本的價值規律來的 黨 而是在裡面沒有資本 黨組織說話要在股東之上 只和這個股份制和資本的運行規則是衝突的 資本的黑洞是沒有辦法把它堵上的 而據報導 這6家被接管和被提供資金援助的地區性銀行 都普遍存在欺詐和貪腐問題 其中 山東恆丰銀行是接受政府救助的銀行之一 其黨委書記、董事長蔡國華受賄11.87億 前董事長貪污7.5億被判死還 報導說 由於中共國有銀行致力於 向效率低下的國企提供貸款 中國大多數地區的經濟發展 只能由中小銀行提供助力 監管機構迫切希望信貸資金能夠持續流向 那些被大型國有銀行忽視的領域 因此對中小銀行很少予以干預 多年來 由於中共對國內小型銀行的監管都比較鬆懈 這些中小銀行向負債累累的借款人放貸 加大對有政治背景的借款人的放貸力度 有些銀行向自己的股東提供資金 將貸款偽裝成投資產品 並通過籌措短期資金來推動業務發展 還有些銀行利用金融工程來隱藏債務 多年來一直沒有報告完整的信息 中國的中小銀行達4000家 中共央行去年11月出臺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9 其次提及中小銀行 重點突出了中小銀行的風險防範 多次強調 要對中小銀行進行政策支持和流動性資本補充 《華爾街日報》引述研究中國銀行業的專家史維平的話說 這意味著可能需要對多達百家小銀行實施接管、合併以及注資的行動 據瑞銀研究 至少有24家銀行需要總計3390億美元的新資金 也就是超過23.7萬億人民幣 才能使它們具有抵禦風險的能力 分析師警告稱 這種做法可能鼓勵了一些金融機構鋌而走險 另外 中共銀保健會還鼓勵中小銀行發行普通股、永續債、二級資本債 引入合格戰略投資者等方式 補充資本來化解風險 業界普遍認為 隨著經濟持續下行和監管收緊 此前刺激擴張累計的風險會不斷浮出水面 更多中小銀行會加速爆雷 政府將無法繼續拖底